Oh, I will sing a song For those rainy days 我喜歡寫歌也是這個原因 就是我喜歡記錄大家的生活 大家的情緒 大家都會有這種寂寞的共感 所以... 不好意思,不要拍... 今天謝謝大家,謝謝大家 Melo... 很幼稚耶 其實自己也很幼稚耶 在韓國放映的時候是 小朋友他們就會 全部一起人人坐在那個電影院看這個 心理覺得蠻踏實的 進入影片內容之前 請大家不要吝嗇你的小手手 幫阿力點個讚 按下訂閱鈕 打開那個叮叮噹吧 阿力公圍,大家好 我是阿力 今天的阿力公圍嘉賓呢 他的第一首歌曲就獲得 大學的畢業製作在 義美獎、勞動金像獎、放式大賞 都曾經獲得殊榮 出道後發行的第一張單曲 直接被選定為韓劇 某一天台劇 我和我的鋼四壁插曲 質樸威滿的音色呢 偷偷的溜進你我的心中 讓我們歡迎這位 唱作劇家的冷酷型男 陳宇翔 嘿 大家好 我是宇翔 宇宙的宇吉祥的翔 然後今年23歲 這是一名歌手 現在有一些單曲都有陸續上線的 哇 你剛把你的姓名 你的年齡都說出來了 那你要不要順便把你的身高 體重給講出來 欸 就是沒有 嘿嘿 金牛座 然後學姓是O型 然後新竹長大的 Jason Street Voice 你有發行離開雨季嗎 對 然後好像衝上了排行榜 對 很開心 大家可以喜歡我自己創作的這首歌 對 那你可以分享一下嗎 就是當初在創作這首歌的一個心情 這首歌是從新竹上來台北讀大學的時候 常常會因為這種下雨的心情就覺得很郁悶 在我準備要畢業的時候 我的學校在政大 就是台北最多雨的地方 對 然後就覺得說要離開這個地方 很像是要離開一段陪伴我四年的雨季 所以用雨季去象徵這個我生活四年的地方 然後覺得說在這個地方 雖然可能下雨的時候我們都會很難過 就是心情不太好 可是看到那種太陽冒出來的時候 好像大家都會在操場曬太陽 就是好像快樂反而變得很簡單 就是把衣服曬乾這樣子 對 就真的就是 大家就是在那個操場上面 然後很像野餐一樣 在新竹不會特別有這種感覺 就覺得說好像太陽很珍貴 很珍惜這樣 對 所以就把這個心情寫出來 你可以現場來一段嗎 好啦好啦 那我就唱一段副歌 好 Oh I will sing a song for those rainy days 再厭倦都變成想念我 把沙漏倒轉之後和你一起離開 這個一千多天的雨季 Yeah 謝謝 這首歌我覺得真的很適合 就是如果說真的 不管是下大雨啊 或是陰暗天的那種感覺 搭配這首歌 心情怎麼會很不一樣 就會有一種 我希望自己是可以唱出一些 讓人可以心情沉澱的感覺 有 因為可能下雨天很難說 聽了一首歌 哇 心情要很好 但我覺得可以重新整理自己的心情 我剛剛好像聽到歌詞 你有唱到沙漏這兩個字對不對 對 因為好像沙漏這兩字是你在高校畢業歌崛起的 對 對 那填詞啊編曲啊 包括演唱 好像連MV然後倒都是你自己 對 哇 就是從一開始在寫這個畢業歌的時候 其實是我第一次嘗試寫作 然後是跟我的高中熱音社的好朋友一起寫 對 那時候其實還蠻單純就是覺得說 要寫一首紀念自己高中生活的歌這樣子 所以完成了之後 也是在接生上面獲得還不錯的成績 然後就覺得說 那我們應該要再拍一個MV起來 更可以紀念這段日子 然後也開啟了就是我 對影像上的興趣啊 對編劇的興趣 所以你在這一段路程當中啊 你會不會覺得 曾經想放棄或是很累啊 大學的期間其實是還蠻努力在學拍攝這個 像導演啊這些工作 然後公司這邊也會想要延續自己的作品 然後唱一些新作品給大家聽嘛 所以在這兩個不同的領域之中 有時候來回的時候 確實是會覺得蠻辛苦的 之前有一首歌叫《活著》 《活著》這首歌就是 錄音的時候 剛好是我的畢業製作 要拍攝的期間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錄的時候 其實就心思還蠻亂的 就是覺得說好像 有一塊石頭一直放不下來 要一直處理拍攝的事情 可是我還是想要專心在唱歌上面 就有時候會有這樣子 兩難的衝突 但是你還是克服了 對 就是覺得說 既然大家可以喜歡 《殺肉》這樣子的歌曲 然後我覺得就是一定要可以 可以繼續帶給大家一些比較正面的能量 可以鼓勵大家這樣子 你從高中開始接觸音樂嗎? 還是說更早的時間? 我自己高中是熱音師 沒有錯 但其實我最早最早接觸音樂 應該是國小參加合唱團 哦!你是合唱團 對對對 你是什麼聲部? 我是中音就是第二部 那個時候有訓練聲樂 比較基礎的這些技巧這樣 對 但其實國小其實也還是 那時候不會覺得說 要把音樂當飯吃這麼嚴重 就是興趣 對就是覺得喜歡唱歌 然後可以跟大家一起這樣在台上唱 其實還蠻喜歡的 你剛剛好像有提到你說畢業製作 就是我的野餐叔叔 對 我知道好像這部戲 入圍各大領戰好像好像有得到一些獎 主題曲《交換寂寞》 也是你自己親手編曲到寫詞 心路歷程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嗎? 我大學的時候就是 因為算是也換了一個跑道 就開始學習影像的東西 大學畢業的時候 就決定說想要完成一個畢業的作品 對 然後找了像陳沐一大哥 然後還有我們的小演員 也是很厲害的童星叫易軒 應該說就是我創造了一個劇本 然後讓他們可以活在我的這個劇本裡面 對我覺得這個過程是 也算是我第一次拍劇情片 所以其實是 蠻辛苦的過程 因為中間會有很多的經驗 是自己以前沒有辦法體驗過的 然後 會想要寫《交換寂寞》這首歌 是我整部片拍完 我在剪輯的時候 其實他是兩個寂寞的人 一個阿伯他住在公園很寂寞 然後一個弟弟他平常 爸爸媽媽也不常陪他 那兩個寂寞的人其實 遇在一起的時候 就是可以交換彼此的寂寞這樣子 所以就用這個主題去發想 然後把我的整個電影濃縮成一首歌 交換寂寞 兩個寂寞的人可以交換器 就我覺得有時候我們都會有一種 在家阿 可能自己一個人的時候會覺得很孤單 對 像我自己本身的話 自己有時候在外面 可能跟朋友聚餐阿 跟大家工作 其實當然是很開心 對 然後你自己在家靜下來的時候 有時候當然是會想要自己一個人相處的世界 跟自己獨處 但是有一些心理的想法 可能大家不一定可以100%的懂我的感受 對 就會有一種孤單的感覺 等一下 你確定你二三歲嗎 我怎麼覺得你心裡有個老靈魂 我記得我幼稚園的時候 我的幼稚園老師就說我是一個old man 因為我下課的時候 是不是 就是都不會去那種playground 就是可能跟大家玩 但是你有自己的世界 對 我會自己想要耍褲 就覺得說玩那些東西 怎麼蠻蠻幼稚的 其實自己也很幼稚 很幼稚 然後自己坐在那個教室這樣 就是在那邊耍褲 然後老師就說你幹嘛不去玩 我覺得那個很boring 以前是這樣啦 是雙褲 但後來慢慢長大就會 就可能我喜歡寫歌也是這個原因 就是我喜歡紀錄大家的生活 大家的情緒 然後發現說譬如說像交換寂寞 就是大家都會有這種寂寞的共感 所以就很想要把它寫出來給大家聽 那這部戲剛剛我說到就是獲得蠻多的獎項 你當時得獎的時候那個心情是怎麼樣 我覺得真的是很意想不到 因為像我們戲其實之前的學長姐可能都有獲獎的作品 然後會覺得自己要像他們一樣完成 我覺得是一個蠻艱辛的任務 然後在拍的時候當然是對自己的作品很喜歡 可是不見得很有自信說其他人也可以喜歡 我記得第一個很大的獎項是 在福山的一個兒哨影展 因為這部片它是小孩寂寞的故事 然後福山的兒哨影展就還蠻喜歡我們這個故事 是可能蠻適合給小朋友看的 所以我記得那時候在韓國放映的時候 是小朋友他們就會 會全部一起人人坐在那個電影院看這個 然後他們最後在韓國的時候 聽我的劇組朋友說也是很熱烈的反應 心裡覺得蠻踏實的 因為這部片可能不只是喜歡電影的朋友 可能會有興趣看 其實是小朋友看到這樣的故事也會覺得很開心 是 對 就是我一路以來創作歌啊 然後創作像這樣的短片的初衷 就是希望可以把這些情緒 然後帶給更多不同面臨成不同世界的人 對 就用歌去串聯大家的情緒啊 大家的心情 剛剛就是稍微就是在開拍前 我有畫了一下的IG 你為什麼叫冷酷型男啊 你也不冷酷啊 就是那個時候是因為想要嘗試拍一些 好笑輕鬆的影片 因為我發現自己的歌有時候 是在講一些像交換寂寞 它雖然是溫暖 但是寂寞這種議題可能就是 比較孤單啊 比較悲傷一點 然後就覺得說我的Instagram方面 其實也想要展現自己不同的一面 所以就想要拍攝這些翻唱的諧音梗的影片 就在想 自己應該要幫自己想一個slogan 就想到我剛剛說 幼稚園那種裝酷的小靈魂 然後就覺得可以把這個slogan 貫測在自己身上 就是好像有時候很愛刷牌 反差這樣子 但其實是內心是很分放 就是想要活潑搞笑給大家看這樣子 對 但是你剛說到諧音梗這個東西 好像你裡面蠻多部都是有這樣的搞笑拍攝 就是卡路翻唱 對 是你自己想的嗎還是 對 就是自己在家裡就 真的好有才 先唱一首歌 欸這首歌蠻好聽的 我想要分享給大家 可是我想要用好笑的方式去分享 所以就會想一些諧音梗 對 每一次你在台上的演出 你有沒有覺得說印象 讓你很深刻的事情 我覺得印象最深刻的是 我的高中母校 這是新竹高中 我回去他們的校慶演唱 當然有唱到沙漏這首歌 因為也是幫我自己的母校寫的畢業歌 那在唱的時候 其實已經時隔兩三年 也會想說 不知道現在的學弟學妹 可能跟這首歌不太熟了 但是其實在唱的時候 大家在下面反應超好 就是大家可以跟著一起唱 對我覺得心中的感動是很真實的 然後我也會想起說 其實也有蠻多人在這首歌表演完之後 都會私訊我 他們就會說 這首歌陪伴著他在考高中升學大考之前 他們可能讀書的時候會聽這首歌 會覺得陪伴著他這樣 那你當時在台上 你看到台下這麼熱烈 你在台上的反應是什麼 很冷 沒有 就是想裝酷欸 裝不起來 我很想看你裝酷就說 真的還好 不用講什麼 不好意思 不要拍不要拍 對 就是這樣 直接謝大家 所以你不是這樣 你還是演唱不出激動對不對 對對對 這種已經太感動了 就唱也唱不出這樣 接下來的規劃 或者是有什麼活動 有要進行的嗎 你可以跟我們大家宣傳一下 最近在街生 剛剛有提到 上了一個demo 叫做離開雨季嘛 記我殺肉這首畢業歌之後 高中畢業了嘛 然後現在又大學畢業了 所以想要再用一首歌 來紀念我的大學 然後這首歌的demo 因為在街生上面的成績也還不錯 所以就想要把它 昇華成一個正式的版本 所以最近也在錄音當中 就很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 然後我也會很努力在 把這些認真的一些情緒 或者是像網路上面 可能發一些搞笑的影片 這種就是可以讓大家開心啊 所以我都很願意 可以繼續分享給大家 我真的覺得你會成功 因為你很用心 我覺得都很有特色 包括你說那個活著 有一些有趣的小影片 嗯嗯嗯嗯 其實我剛在滑的時候我想說 那如果我要來拍拍看的感覺是什麼 不然就是我可以用我導演的身份 你要導就對了 對 對對對 當個那個 你好你好你好 今天呢 今天 就是我們等一下拍這場戲齁 那你不用太緊張 不用太緊張 好 對 有點熱 沒關係我們這個都可以 就是take one take two 都可以重新再來 好 但是我怎麼不能去這樣 嗯 OK OK 這樣最好 我們演員的專業是拿出來 是 沒有問題 哈哈哈哈 好現場準備 OK 3 2 1 ACTION 前方是一片大海 海的盡頭就是出口 卻讓你回首 結果 一回頭 發現 這個屋簷下 又是 真靈的野獸 上滿了數 這個對這個世界已經 抱有任何期待 看著一望無際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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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就可以解脫了呢 CUT 謝謝導演 給阿姨一個一個掌聲 YEAH 謝謝導演 哈哈哈 好了那今天也謝謝語翔啦 那語翔你要不要分享一下 你的IG 或者是你的Facebook 我的Instagram呢 是CYXOfficial 然後有個底線 那其實用陳語翔這個名字 就可以找到我了 在臉書 IG 然後Youtube 然後TikTok上面 都可以看到我的短影片 或者是我分享我新歌的時候 也都會發在上面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然後也可以訂閱我的串流平台 KKBOG 都可以 謝謝大家 對大家一定要真的要期待一下 那今天也非常謝謝語翔 來到我們的阿里剛工人家庭 感謝 謝謝 真的欸我真的看到能唱 能創作 然後又能拍 然後又能寫 我覺得真的很厲害 真的是全能型的創作材質 真的非常期待你之後的一些表演也好啊 或者是宣傳 一定要多多放在你的這個平台上面 對 讓大家能夠更認識 好 到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是阿里 我是語翔 如果喜歡我們的話呢 記得幫我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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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問 SUPER 阿里 的 來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